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大兄姐妹 五安 大家吃了早餐沒有? 吃了沒有? 有點太晚起床了 沒有時間吃早餐 但願意今天神的話語 親自成為我們的滿足 在開始分享訊息之前 我們也一起去祷告 親愛主我們多謝你 主要多謝你今天在敬拜的裡面 你真是再次提醒我們 要盡心盡勝 盡意盡力去愛你 多謝你告訴我們知道 你用你的慈善愛所吸引我們 最後就願意今天你的話語都吸引我們 你的聖靈都吸引我們 來這裡去學步你 學慕更多 學慕認識你更多 學慕追求認識你主 最願意你今天親自釋放 你的話語在我們的當中 讓我們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 叫我們都能夠成為 你所喜悅的兒女 多謝你主 祈禱奉耶穌的名 Amen 感謝主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 有些人問我是否開始這個 末世系列 三木斯有一個叫做 燈山補法系列 我就開始了末世系列 叫末世的隱密處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之前都有聽我 說到末世呢 就是 說到是什麼 不是說世界末日 是不是 末世是說我們呢 現在生活是一個的世代 我們很相信呢 是耶穌快回來的世代 所以我們其實是帶著期待的 Amen 我們相信呢 將會有一個新的世代 就是呢 這個世界的罪惡會被滅絕 魔鬼會被捆綁 是不是 真的完全被捆綁一千年 然後我們會呢 看到耶穌回到這個地上來作王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說什麼呢 就上網聽之前說過的那些 OK 但是呢 今天很想特別說的就是 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因為 我也有分享到 在末後的世代裡面呢 很多聖經的經文 耶穌已經跟我們說了 是呢 黑暗會充滿大地 幽暗會遮蓋萬民 是不是 但是 卻呢 神的榮耀是會大大的彰顯的 所以在末後的世代 我們會看到有兩樣東西同時發生 第一件事就是 黑暗會越來越黑暗 邪惡會越來越邪惡 那些人心會越來越敗壞 問題會越來越多 大家有沒有開始看到啊 現在這個世界 同不同意啊 比起十年前比起二十年前 是不是差了還是好了 很明顯差了 還是差了什麼 很多 是不是 我們知道我們是向著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不是讓我們絕望或者懼怕 因為同時間另一件事會發生的 就是 史無前例最大的復興和神最大的榮耀 我們在地上所見到的 就是將會在我們這裏 我們都會見到 當然 最大的榮耀就是 當我們進入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但是我們 這個就是同時間會發生的 黑暗越來越黑暗 但是神的榮耀卻要充滿 是嗎 卻呢 卻呢 教會會會興起 卻呢 教會會會進入這個真正的世代裏面 所以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有一個在年初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儀仗 這個儀仗呢 裡面我就是看到有 就是在海上面 我看到海上面有一隻很大的船 我覺得那個是方舟 熟寧的方舟 那麽呢 就有一隻船 拍了在那裏 然後呢 船上有一些人上去的 那麽在船上那些的人呢 就開始在那裡 吹號 就呢 來到 叫岸上那些人 快點上船 因為呢 風浪的日子即將要來臨了 快點上船 但是呢 在岸上呢 有部分有人回應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呢 他們看著天 不是啊 還藍天啊 還不錯啊 是啊 風浪見不到啊 還是風平浪靜的啊 所以他們呢 沒有回應這個枯罩 繼續在那裏生活 過每一天的日子 但是呢 突然間就看到 這個風雲變色 由很漂亮的藍天 一變變為 黑雲滿部 接著很大的風浪來到 那這個風浪來到的時候呢 很多的人就非常之懼怕 但是當風浪來的時候 那些人呢 想再上船 但是已經太遲 因為很快就這些風浪 就蓋過岸上的人 那當時我就是見到過這樣的異象 那其實都讓我很震驚的 也都就是其實 好覺這件事呢 我都不是第一次看到的了 就是之前有幾次都看到的 所以我第一次的那個訊息 叫做末世的呼聲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說到 就是吹號 我們要讓人知道 耶稣回來的日子快 但是我們必須 要進到神的裏面 要上這個的方舟 那呢 這個的方舟呢 我今天就想從一個角度去說 是什麽呢 聖經裡面有一個的詞 有一個的形容詞 就叫做隱蜜處 隱蜜處 隱蜜處呢 隱蜜處呢 英文就叫做secret place 也可以翻譯為一個 好像秘密的地方 對不對 用比較明白來講 一個秘密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 只有神同在的地方 是呢 風浪 仇敵 攻擊不能夠進入的地方 是我們能夠與神面對面的地方 所以呢 我相信要再次提醒我們每一個 包括我自己 我們呢 需要進入這個隱蜜處的裏面 我們才能夠面對 接下來的風浪 接下來更加越來越艱難 越來越黑暗的日子 我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來去面對這些的問題 這些的爭戰 而是我們必須在神的隱蜜處裏面 那我想首先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整篇經文就是講關於隱蜜處的 就是詩篇九十一篇 第一到第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好嗎 一二三 住在至高者隱蜜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任下 我要輪到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脫離 暴了人的網絡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靈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你不怕黑夜的驚嚇 或是白日飛的戰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間滅人的毒病 須有千人扑倒在你旁邊 萬人扑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你為親眼觀看見惡人遭暴 耶穫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禍患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埋近你的帳篷 因他要為你 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你要存在獅子和網蛇的身上 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的命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求告我 我就應雲他 他在急難中 我要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貴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 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Amen 這段經文有誰看過的 可否舉手看看 其實都熟悉的 因為這一段的經文 其實很多時候特別 當弟兄姊妹生命經歷困難 危難有疾病 我們都會專告 用這段經文去為對方討告 或者成為我們的鼓勵 但這裡讓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要有這一切的允許 我一會兒會說下面 有什麼允許 但是有一個條件的 條件就是第一句 他說要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所以今天我就很想去分享 究竟什麼是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有什麼允許 我們怎樣才可以住在隱密處裏 首先我要說一說 什麼是神的隱密處 可能是什麼呢 你說一個秘密地方 那是不是很秘密的 那怎麼去到呢 其實聖經裡有很多地方 去形容什麼是隱密處 隱密處其實簡單地說 就是指在我們的心靈裡 有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認識神 可以面對面跟祂建立關係 那這裡我也要先說一說 其實我們三重天的概念 我們現在活在這個地上 是叫第幾重天 有沒有人知道 叫第一重天 就是第一重天 就是我們肉身 我們見到 我們摸得到 包括這個宇宙 都是屬於第一重天的 因為都是神所創造的一些物質 一些形體 OK 但是呢 原來我們呢 不是只有第一重天 很多不相信 這個世界有神的人 相信這個宇宙是爆出來的人 就只相信第一重天 但是大家覺得 這個宇宙是可以爆炸的 爆了那麼多星球 那麼奇妙 連我和你都是爆出來的 就是他們簡單地說 就是告訴大家 大家是石頭爆出來的 是的 這個就是無神論者 最終的信仰 就是大家全部都是石頭爆出來的 大家信不信啊 我們不信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我們看到的 這個所謂的肉身的世界 或者物質的世界 是有更多的 那麼有第二重天 第二重天是什麼呢 聖經說 就是有一些叫空中掌權 或者惡魔他們所在的地方 那些是什麼 就是墮落的天使 或者魔鬼撒旦 他們呢 其實離開了 本身呢 神的榮耀同在就是第三重天 但是他們不可以在第三重天 因為他們已經被神趕來了 那麼他們就在第二重天 還有他們呢 來不使日下去第一重天去搞我們 例如會捆綁人 有些人會被鬼斧 諸如此類 那麼通常如果人敬拜 將生命打開犯罪 那麼他就有委入的了 那麼他就會來到這個第一重天去捆綁我們 好了 那麼這個就是第二重天 那麼第二重天就有魔鬼 撒旦還有天使的 因為天使在那裡幫我們 正戰聖經都有說的 所以我們你知道 我們很多時候祈禱的時候呢 天使就會幫我們 在第二重天那裡打仗的了 就是這樣了 但是我們就生活在第一重天 好了 那麼另外還有什麼 第三重天 第三重天就是神榮耀的寶寨 或者我們叫天堂 很多人覺得我死了之後去哪裡呢 就是去第三重天 但是那個好消息是什麼呢 原來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不用等死了之後才去第三重天 原來我們有一個權利 原來我相信了耶穌之後 聖靈在我們裡面 我們的靈被騷醒 我們的靈呢 是可以進入第三重天的 是的我們 經過第二重天 一夜就去到第三重天 就是神的同在 或者今天我所說的 其實神的 我們可以說的就是 天堂 就是神榮耀的所在 但是裡面 有一個形容詞 去形容這個地方 就是叫做隱蜜處 原來不用死了才去的 是嗎 我們可以隨時去的 和你旁邊那個說 隨時都去到的 是的 隨時都去到的 是的 我們的靈 當然我們的身體就不是 但是我們的靈 是可以隨時都去到的 那聖經裡面 有不同的詞 會去形容這個隱蜜處 它有說到 這個是一個避難所 其實形容就是 好像我們周圍 很多的患難 很多的問題 有時候我所說 這個世界其實 越來越混亂的時候 但是我們一進入 這個隱蜜處 就是靈裡面的一個同在 你說那究竟是我們 我們去了上面 還是上面下來了呢 我都不知道 因為連寶羅都不知道 寶羅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上了去 還是在身裏面 但是他就去了這個第三重天 你看回《聖經》就知道了 但是簡單地說 就是 天人合一的地方 就是靈裡面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不同的 我們敬拜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你知道你去了另一個地方 你的靈 雖然你的肉體還在 但是你進入了 和神之間的親密 那個關係 你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讓你的感覺完全不同 進入一個平安 一個喜樂 一個滿足 和一個令你很敬畏的地方 也有另外的形容詞 是神的居所 高處 這些都是在 詩篇九十一篇裡面 讓我們看到的 去形容這個地方 另外 詩篇三十二篇 叫做 藏身之處 你可以躲在裡面 雅歌書 因為我很喜歡看雅歌書 現在都在教雅歌書 裡面 有不同的東西去形容 形容這個是內室 就是你進入這個內室 這只是單單你和神一起的地方 形容是葡萄園 就是我們心靈的地方 那個地方 是神能夠掌管 去經營 用我們的生命去封聖的 我很喜歡這個 神說 你來到我的賢藉所 原來那裡是開大餐的 大家想不想天天吃報妃 在神的裡面 原來有這個 屬靈的報妃給我們的 是可以很大地去享受 聖經裡面說 有各樣屬靈的福氣 在基督裡面已經賜給我們 這個地方 隱密處 就是有這個賢藉所 也說到是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 封閉的泉園 為什麼全部用關鎖禁閉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進來的 Amen 曾經有一個牧師 我看過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關於熟靈爭戰 他就說 他看到 很多時候很多基督徒 不知道 原來我們可以進入隱密處裡面 所以在爭戰裡面 就經常都覺得捱打 或者很害怕 哇 魔鬼很厲害 哇 不斷攻擊 有沒有聽基督徒經常說 我又被攻擊了 主而此類 很辛苦 哇 攻擊 但是這個牧師就說 有一次他看到一個異象 他看到自己在戰場裡面 但在戰場裡面 有一個透明的玻璃的物體 然後他就進入了玻璃的物體 一個保護罩 裡面有神的同罪 也有天使圍繞著他 然後他就好像帶著玻璃 在戰場裡面 無論是飛彈 那些是最強化的玻璃 很厲害的 無論是飛彈 火箭 火箭 什麼都好 都沒有辦法去傷害到他 但是仇敵看到他 但卻沒有辦法去進入 其實正在說的是這個隱密處 也是在聖經裡面說的 所以 其實原來我們是有這個英海的弟兄姊妹 但很多時候我們不 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對生命的問題 去面對很多的困難 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不斷打 結果就打輸了 也有其他形容詞去形容 說到是神的電 神的聖所 和帳幕 其實這也是在形容一種 有一個地方 神話 其實這是一個屬靈的地方 不只是物質 聖經也說 神不是住在人手造的電 是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裡面有個靈 那個地方就是神的電 就是神的居所 就是聖所 就是那個帳幕 就是帳幕 就是好像一間屋一樣 他也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這個關係 原來我們是可以進入這個隱密處 好了 然後我想首先看看 《詩篇九十一篇》裡面 告訴我們 原來住在隱密處裡面 有什麼應許 有什麼好 首先 第三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好嗎 他必救你 撤離 暴了人的網絡 和毒害的瘟疫 原來在隱密處裡面 我們可以脫離 仇敵的網絡和攻擊 網絡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陷阱 你知道嗎 仇敵是用盡方法 想讓我們去離開神的 有些弟兄姊妹 信了耶穌之後 她說 為什麼信了耶穌之後 那麼多問題 那麼多事情發生 什麼信耶穌不是一帆風信的嗎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是 反正都在走一條滅亡的路 魔鬼也懶得搞你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會被捆綁 即是被罪捆綁 很多人都是被罪 被邪惡很多的事情 但是 很多在罪裡面的人 他們已經盲目 沒有聖靈在裡面 他們就會覺得 犯罪又怎樣 總之我不要被人拘捕 我罵人又怎樣 我犯奸人又怎樣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有聖靈在裡面的人 你會很辛苦的 你會有一些的罪 你就會 哇 為什麼這樣 良心受責備 食不安 睡不樂 是不是 有沒有人信了耶穌之後 有這個轉變 不要受的 但是其實正正就是 神幫我們 要處理這些網絡 而這裡 講到在隱密處 可以處理這些網絡 就是原來當我們和神 真的進入這一種的關係 我們是 是讓祂掌管我們的生命 我們在這個隱密處裡面的時候 原來仇敵的那些的詭計 那些的網絡 是我們會看穿的 我們會有能力去勝過這些的試探 所以耶穌經常教我們 祈禱說 叫我們不要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是不是 因為魔鬼的確 會到處去設一些網絡 目的就是要我們離開神 有些人說 我相信耶穌這麼辛苦 不如不要相信 但我想告訴你 你不相信的話 在走的就是一條滅亡的道路 很多人就是在罪中之落 我好像以為很開心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很多人覺得信耶穌就沒有自由 但是 很多人就是在走這條的闊路 聖經常說是引到滅亡的 但是感謝主 神在我們的當中 今天讓我們知道 原來在隱密處的裡面 我們是能够脫離這些網絡 和攻擊的 Amen 我們能够得勝的 好 接著呢 第四節我們一起讀 好嗎 1 2 3 他必用自己的靈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Amen 其實這裡很好 他形容神 好像一隻很大的母鷹 去遮蔽我們 去保護我們 而他用什麼去保護我們呢 用他的誠實 誠實其實就是真理 英文是叫truth 是真理 中文我們有時會翻譯為真理 有時會翻譯為誠實 其實呢 我們在這個隱密處的意思 就是我們同神建立這個親密的關係的裡面 我們會開始他的真理會充滿我們 而當這些真理充滿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去敵黨受敵的方話 魔鬼通常攻擊我們是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騙我們 他騙人類已經騙了六千多年了 由阿當夏娃被他騙開始 他就一直很過癮地繼續騙 但我們人類就死蠢 繼續被他騙 其實騙來騙去都是那些招數的 是吧 都是講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通常譬如他怎樣去引誘夏娃 他就是說 神真的這麼說嗎 一定會死的 做了這件事實不行的 明白嗎 就是用這些說話來欺騙我們 有時我們都是的 你想想你犯罪之前 沒有人知道就行了 虧了也不要緊 神也會卸臉 明白我說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跌入網絡攻擊 但是當你有真理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不要再騙我 我不要選擇這條路 我要選擇走神的路 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知道 我們說到有隱密處 或者剛才我們說很多詞彙 神的居所 神的電 神的帳幕等等 但也有另一個 就是叫做 惡人的帳篷 惡人的道路 蝕萬人的座位 如果你看詩片第一篇 不從惡人的道路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助蝕萬人的座位 它裡面就是說到 原來當我們其實是 要不就在神的帳篷 神的隱密處裡面 要不就很容易去了惡人那邊 就是當你去信蟲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走一條惡的道路 有很多人就是住在 惡人的帳篷裡面 住在罪惡的裡面 他們的生命就會在這個困綁裡面 但是今天我們屬於神的 我們可以選擇 因為耶穌已經救贖我們 出來一切的困綁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生命 是住在神的裡面的 而這個住在神的裡面的時候 這裡形容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隱密處 這個地方是魔鬼進不來的 但是你一離開了神的犯罪 離開的話 那你就回去那邊了 但是神想我們 不只是有空才在隱密處裡 是要什麼 是要住在裡面 明白 是要住在裡面 接著這個應許就是 祂的誠實 要成為我們的盾牌 當魔鬼去欺騙我們的時候 當祂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能夠用神的真理去敵黨 所以弟兄姊妹 讀神的話語是很重要的 Amen 你要認識真理 聖經說 你要認識真理 真理就叫你得自由 其實從什麼得自由呢 就是從魔鬼的謊話裡面得自由 很多人 我們還有很多的歪理 很多的想法是被扭曲的 所以回教會 不要只是回教會 才一個星期聽一堂道 是啊 那個真理實在太不夠 你需要自己去讀聖經 Amen 去查考聖經 回小組 報那些很多 我們復興教室的課程 其實我都真的很想鼓勵大家 真是認真 其實我們都是 盡我們的努力去裝備大家 盡我們的努力去教導大家 但如果大家不來 那我們都沒有辦法 你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我很想鼓勵大家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滿意 我們復興教室的報名人數 我覺得沒理由這麼少 是啊 我很想鼓勵大家 就是用接下來的日子 真的好好去裝備 我們有24課一共 希望大家用三年裡面 可以上去 去學習一些的真理 因為有些的東西 我們在主日裡面 只是一個星期一 一堂道是教不了那麼多 所以鼓勵大家 好好地去報讀復興教室 你看到我們為什麼 由禮拜一 由禮拜二 由禮拜四 由禮拜六都開班 就是盡我們的努力 去遷就大家的時間 所以請大家 不要說沒有時間 盡量去報讀這些復興教室 好嗎 跟你旁邊的人說 報了沒有 快點報了 OK OK Amen Amen 我們要認識真理 在神的 就能夠在神的隱密處裡面 好 跟著呢 第三 就是在神的隱密處裡面 我們能夠 剛強壯膽 不再懼怕 我們一起讀九十一篇 第五到第八節 一二三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嚇 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間滅人的毒病 須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 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你為親眼觀看 見惡人遭暴 這裡有沒有人怕黑夜的 不用舉手 我相信也可能有 怕黑夜 關燈之後很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神說 在隱密處裡面 我們不會怕的 就算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們都不會怕 瘟疫來到 我們都不會怕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大家都看到 近來很多新聞 很多很恐怖的事情發生 什麼伊斯蘭國 他們所做的事情 他們密謀 甚至他們也警告 他們將會用什麼化帽 去攻擊美國 諸如此類 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 將會變成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根據聖經 真的會有災難 是會越來越多 但是 我們其實現在都 香港我們暫時都還是 好像都安穩 叫做 相對安穩 起碼我們不會怕 今天出街 就有個炸彈 我們就死了 好像在袈裟 周圍那些地方 我們是相對安穩 但是 可能我們都有 現在這一刻 我們生命裡面 都有很多的懼怕 但是神呢 告訴我們 原來在祂的隱密處裡面 能夠剛強壯膽 不再懼怕 也不知道有一天 我們會不會真的經歷 好像這段經文說的 真的我們會看到 有千人在你旁邊 跌倒 這個萬人在你的右邊 跌倒 其實你想想 這個情景 如果是真實的話 是多麼恐怖 是的 但是這些事情 其實現在 香港暫時沒有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被保守的 那是否代表基督徒就不会死呢 也不一定 因为圣经讲明会殉道的 刚刚收到一个见证 就是其中在伊拉克里面有个基督徒 最近被斩首 被那些伊斯兰国捉了 但这个见证里面就是说 这个人是一个男人来的 他在临被斩头之前 他带着笑容 他说我很开心 因为我能够见到我的主 然后还向大家挥手说拜拜 然后他才被处决 我相信他就是在隐物处里面的生命 好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尸体犯 当他被石头扔死的时候 他见到荣耀的处的宝座 我们现在还未面对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面对 但根据圣经如果我们真的进入末世 未来黑暗的权势会对付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犹太人 另一种人就是基督徒 现在你看到也是的 伊斯兰国杀害的是基督徒 已经开始了 但我们需要在神的同在 在那个里面 我们真的原来能够经历 不需要惧怕 我们很需要这种生命 Amen 正如我说 即使我们现在都未去到那个日子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经历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将会怎么样 我也不想吓大家 我也不想过分去说 但我觉得我们要学会 其实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些人很容易就害怕呢 有没有弟兄姊妹很容易就说 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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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呢 其实这个已经是问题了 对不对 肉侠就说 死啦 死啦 死定了 这次一定死硬的 确实死硬的 还要不停就自己多几次 对不对 我们真的要明白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风浪的日子有 但是 在隐密处里面 我们能够平静安稳 Amen 神是能够赐我们平安 我很感恩 我觉得我的儿子 他现在会在隐密处里面 虽然他的身体未得医治 但是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这个已经是德性了 Amen 好 第四呢 隐密处里面 我们能够会在神的保护和带领里面 我们一起读第九到第十二节 一 二 三 你会说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作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里很清楚 各位都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 原来神是猜派天使去保护我们 原来神的保护是很真实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天使 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天使是一个存在的 而我在我爸爸妈妈的身上里面 我肯定是很多天使保护他们 首先说我爸爸 大家有没有看过他那本自传的书 佛卿教会的弟兄姊妹 起码都买一本 是很精彩的 里面其中说到他的见证 就是他那时候去打越战的时候 在他出发之前 有先知跟他说 你不用怕 他说你去到越南打仗的时候 神会与你同在 你连一条头发都不会受伤 头发会脱的 不过不会受伤 所以他就去了越南 的确在那两年里面 很多神迹歧视 当时他因为知道神保护 他真的住在隐密处 有一个玻璃罩保护他 他激态是什么呢 是带枪 不过没有子弹的 出去打仗 因为他本来想着 连枪都不戴 但是那些军官 当然是不让他 军人不拿枪出去打仗 他说我拿枪 不过不拿子弹 他查过 有没有法律规定 一定要拿子弹 所以他就这样出去打仗 但是很奇妙 真的一条头发都没有伤 因为他决定他不要杀人 他都知道神会保守 因为他都没有去中国 神呼召他去中国 那时候都没有去中国 所以他知道他一定没事 结果本来有很多朋友笑他 就是说你瘋的 你傻的 你这个耶稣痴都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当一些飞弹 飞来Bernimblom的时候 就整班人都轮到他那里了 因为事实证明 他是一定没事的 在他那里飞弹一定飞不中的 但是周围就不知道 结果他打完仗之后 我想基本上他都是唯一 没有死到又回去 但是拿不到那个子弹分章 因为子弹是被那些伤军的 他差不多是唯一拿不到那个子弹的 所以我很肯定 是很多天使保护他的 是围着他的 然后飞弹飞来的时候 就打不到他的 这个就是隐密处 另外我妈妈 试过在我小时候 我当时读小学 有一次他过马路 我们教会当时还在尼敦道 在尼敦道和窩打路交界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 总之他那天过马路 就不小心被的士车断了一只脚 他形容 当时当然很痛 车断了一只脚 坐着等着救援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一个很英俊的外国人 在他面前出现 接着就按手在他的脚上 就为他祈祷 接着就说 你不用怕神与你同在 是的 他会医治你 而且你去到医院的时候 你会传药福音 很多人会信耶稣 好了 齐完肚子之后 那个人就消失了 所以他周围 你知道尼敦道和窩打路交界是大马路 他周围望都不见了 所以他很相信那个是天使 他说真的很英俊 所以我们相信 原来真的有天使保护我们 原来这个就是神的隐物 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所以既然神保护我们 我们还要怕谁呢 好像大卫说 大卫经常打仗 但是他就是住在隐物处里面 是啊 他是打仗 哇 之前就被扫罗追杀 后来做了王之后 哇 又不停打仗 面对很多场的争战 但是他都说 我要怕谁呢 就算敌人起来攻击我 但是神却要保护我 这个就是隐物处的生命 Amen 所以隐物处正不正啊 正啊 好 接着呢 另外继续讲了 诗篇91篇13节 我们一起读 你要存在狮子和网蛇的身上 踐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这个让我们知道呢 原来我们住在隐物处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能力去踐踏仇敌的作为 我们不单止是被 有时觉得好像是被攻击 但是原来我们是能够去反击的 是的 这里讲少壮狮子 就是最厉害的狮子 不是老狮 不是幼狮 是竞狮 最厉害的狮子 是圣经说呢 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那样 要来吞吃我们 也讲到呢 大蛇 不是蛇仔 那些大蛇 圣经也认识魔鬼是大蛇 对不对 但是他说 原来我们是有能力去踐踏 受敌的作为 其实这些就是说到熟灵争战 你说那怎么踐踏呢 是不是真的找狮子和牠死过呢 找一条大蛇真的踏在牠身上 我从来没有叫你这样做 出了事不要赖我 这个讲到的是 灵里面我们要明白 原来我们要住在隐物处 在隐物处里面去争战 刚才我不是说到三重天颈 很多时候我们呢 如果不是在隐物处 或者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想去敌党受敌 想去争战呢 我们会发觉 哇 很难啊 是啊 真的很累啊 所以其实我想鼓励大家 有些人我们有时候会祷告 或者哇 争战 但是呢 真的敬拜了先 因为敬拜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然后在 当你明白神的心 在神的保护里面 你再去争战是不同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异象 我想可以去解释一下 那个熟灵真子 什么叫做在神的隐物处里面 去浅踏受敌的作为呢 有一次我记得 也几年前 我就在方舟 即现在的罗亚方舟 马湾那里祈祷 那里 在祷告的里面 神就让我见到一个异象 那这个异象我就见到呢 我就上了去天上 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上了去天上 我知道是第三重天 因为周围有天使 第二重天就是魔鬼 第三重天就是周围有天使 我就见到自己在那里 在那里 敬拜 然后呢 我就见到那些天使 开始给我看 就不只是天上 看回地上 那在地上呢 我就见到有不同的地方 有很大的黑暗的权势 有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 是一片一片的 有些特别黑暗的 然后呢 我就看回来的时候 我说 哇 很多被捆绑 就是见到那种黑暗 然后呢 我就见到那些天使 就拿那些火球 有些火球在我的手上 然后他说 好了 现在你把火球扔下去了 那我就扔了 那奉耶稣的名 释放 然后就见到火球 就落到地上 那些黑暗的地方 一下子就砍开 然后那些黑暗就走了 我有个这样的经历 都维持了差不多整个小时 又为不同的地方祈祷 不同的地方去宣告 但这次的经历 让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 原来呢 我们的祷告是这么有能力的 原来魔鬼是很害怕我们的 因为他最多都是在第二重天 他上不了第三重天 但我们可以上到第三重天 配合着神的能力 天使的帮助 我们是可以去粉碎 在地上受敌的作为 这个就是隐密处 进入这个隐密处 一会儿我会说 怎样去进入 其实是圣经说 我们住 他已经预备了这个地方 不过我们经常走了 我们是有家不归 经常离家出走 是吧 但是神很想我们 住在这个隐密处 在他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踐踏 受敌的作为 好 接着我们一起去看 十四到十六节一起读 一二三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运他 他在急冷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把我的救恩 显明及拍 是吧 最后这两节里面 神让我们知道 原来他很想和我们同在 而一个住在隐密处里面的人 有什么生命呢 就是他是专心爱神的 还有是认识神的 是 他是越来越能够去爱神 其实弟兄姊妹 说真的 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 是吧 我们很多时候 主我想尽心尽性尽 尽力爱你 我要付上一切代价 然后神感动 第二天要早点起床 祈祷 但第二天就已经 没力了 起不了身 又坏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靠自己的力 我们很难爱神 但我们怎样能够更加爱神呢 是要被神的爱 去吸引我们 圣经说 你吸引我 我就快跑跟随你 所以其实进入这个隐密处 就是进入神的爱里面 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 去形容这个隐密处 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 是给神的爱来去改变我们 是神用祂的恩惠 去改变我们 其实我们对神的爱是什么呢 我们只能够回应神的爱 我们本身没有能力去爱神的 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好像彼得 当他面对耶稣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他的回应 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 耶稣问那个就是 你能不能够用无条件的爱去爱我 耶稣说我可以用朋友的爱去爱你 彼得说我只能用朋友的爱去爱你 有时候我们当听到神问我们 你爱我妈 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爱是低层次的 很缺乏的 只是尽力 但是原来神是很想我们进入他的爱里面 更多去给他的爱去得着 接着我们对他的爱是一种的回应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会听到很多我们讲到 如果有周四晚 我们讲到浪子的比喻阿三牧师 其实就是讲到 我们要成为儿子的身份 我们要进入这个身份 我们知道天父很爱我们 而我们就是被他的爱吸引 被他的爱改变 接着这里说 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能够去看见他的救恩 其实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救恩是有多么奇妙呢 有些人对于救恩 信耶稣得救的 那样的观念就是 太好了 我有个天堂入场卷 就是这么多了 我信了耶稣 我死了不用落地獄 就是这么多了 其实很多基督徒 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 然后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分分钟 你生命里面 你知魔鬼会攻击你 那个入场卷 他会偷走的 偷走了那怎么办 就是有机会离开神的 所以我们救恩 死了之后 救恩是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 是活在神的里面 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和我们同在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不过现在的世界的首长 都可能不太受欢迎 有哪个好些呢 英女王 好些少 没什么争议性 少些 英女王跟你同在 陪你到处去 你会怎么想呢 是的 我不知道 或者中国国家主席 没什么吸引力 美国总统都一样 怎么办 最重要就是 耶稣与我们同在 是神他亲自与我们同在 这个的同在 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救恩 所以在诗篇91篇里面 让我们看到 原来当我们住在 这个人物处的时候 以下的应许是属于我们的 这种的生命正不正啊 正不正啊 正不正啊 是的 我们能够有神的同在 看到神的救恩 踐踏仇敌的作为 我们能够在神的保护 神的带领 我们能够不需要惧怕 我们能够有真理去 去抵挡仇敌的说话 也脱离仇敌的网络 这个就是在隐物处里面 能够经历的应许 接着要讲一下 如何能够进入隐物处呢 我想我们一起看 诗篇27篇第四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 一二三 有一件事 保守我在他亭子里 藏在他障莫的隐物处 将我高举在盘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首的 我要在他的障莫里 欢言献祭 我要唱诗歌众耶和华 耶和华啊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随听 并求你连述我 英魂我 你说你们当尋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啊 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Amen 这里是大卫的一个诗篇 他知道 神的隐物处 或者神的殿 在神的里面 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他说一生一世都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里面 去尖养他的荣美 原来在隐物处里面 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在尖养神的荣美 大家知道我们每次在 敬拜的时候 就是神会让我们 看见祂的荣美 所以敬拜不只是唱诗歌 敬拜是我们进入 所谓的第三重天 我们在灵里面 一敬拜 我们就进入他里面 Amen 所以敬拜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也听过有些 弟兄姐妹的分享 有些他们初回来教会的时候 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在唱诗歌 敬拜就无故在哭 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 神的同在里面 神就开始改变 有时会感动 有时会感动 有时会感到很平安 有时会感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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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怎么爱我 看到神的荣美 看到神有多好 你有多好 所以敬拜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再次极力 不是鼓励 是挑战 甚至呼吁大家不要迟到 为什么 因为你迟到 你就很难进入 你回来只是听到 听到不会改变你的 听到只是知识而已 但是你要经历神 敬拜是很重要的 Amen 我们旁边的人说 不要迟到 回来敬拜主 是啊 你看 这里讲到说 他在殿里面求问的时候 他就知道什么 他能够被藏在神 帐幕的隐密处里面 原来在他的帐幕 即是神的同在 刚才我说了 很多形容词 是有个隐密处的 而且被高举在神的盆石上面 接着 这里也继续讲到 是怎么进入呢 他就是说 我要宽然献祭 所以你明明我们 敬拜是宽然献祭 在旧约的时候 当那些祭司去献祭 或者以色列人献祭 他们是很严谨的 要做很多很多的步骤 是很看重这件事的 但是他们也是 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来去献祭 所以献祭不是随便的 我们的态度 其实是告诉他们 我们来到神面前 是随便还是认真 如果你觉得认真的时候 你真的会认真 你会第一手试 是认真的表现 很多老板 如果看到你经常迟到 他都觉得你不认真 如果是老板 都会炒鱿鱼 经常迟到的话 另外就是 那种的态度 来到神面前 我真的预备好自己 我不是只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回来污眉欺碎 不是 是一种的态度 一种的生命 是说主啊 我回来就是献祭给你 因为神在看着我们 你知道吗 不单止是神 天上的天使 每次我们教会有聚会 我们有敬拜 或者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他在看着 是在看着 在看着 在看着 在留心听着 这里说要唱诗歌 仲耶和华 所以下面说 用声音呼吁 呼吁就是祷告 用声音呼吁神的时候 神就随听 祂应允我们的祷告 所以这里是说 如何进入呢 刚才我们上面看到 就是说到 我在神的殿里面 下面大卫告诉他 他在神的殿 在神的饮物处里面做什么 主要做两样东西 就是敬拜和祈祷 对不对 敬拜和祷告 对啊 敬拜就是包括音乐 祷告就是用你的口 来祷告 在新药里面 也更加有圣灵帮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灵里面的 敬拜 灵里面的祷告 我们用谎言祷告 也是帮助我们 能够进入 以及住在这个饮物处里面 接着这里说 神说你们当尋求我的面 其实我们真的要明白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件事 是不可以少的 就像大卫他所说的 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仍要尋求 就是我真的要去尋求 神的面 但兄姐妹 你会否满足你 现在和神的关系呢 你是不是住在隐物处呢 还是来不时探望这个隐物处呢 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个世界呢 或者甚至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呢 你的生命是怎样呢 但是神 祂今天呼唤我们 要尋求祂的面 要去建造这个圣殿 圣经 如果你看回旧约 很多的篇幅 是讲关于神的殿 其实神就是 在旧约的时候 由大卫开始 祂就搞动 搞动 因为祂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祂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 祂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当中 在这个殿里面 祂能够寻求祂 所以就建了这个殿 但是神说 祂其实不是住在人手做的殿 是住在人的心里面 我们回来教会 我们神的同在 没错 因为我们聚集 两三个人聚集 神就是可以当中 但是其实 不只是教会这个建筑物 在家里也可以成为神的殿 是吗 在你的公司也可以成为神的殿 就是当我们去寻求神的面的时候 但是弟兄姐妹原来是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你随时都可以祈祷的 圣经说我们要常常祷告 对吗 对 你随时都可以祈祷 没错你可能很忙碌 但是 其实方言祷告我觉得很好 因为方言祷告 其实你不需要经过大路 是灵里面的祷告 我爹地就知道 他不断打电话 他不断打电话 不断打电话 对 然后 他做任何事都是方言祷告 我小时候 因为我爹地有少说话 他平时很害羞 除了讲道之外 他是说方言多过说人话 就是这样 其实方言祷告是帮我们 随时跟神连结 在这个隐物处里面 然后当有惊吓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敌党 Amen 是的 方言祷告誤性祷告 敬拜的生命 每日花时间去亲近神 其实我们平时 你知道这个世界 现在其实很多声音污染 我觉得 比如坐小巴 哇 收音机又在播 然后电视又不知道 播些什么MV 哇 真的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 感谢现在的科技很好 手机 你可以放大量的敬拜锅 放进去 然后你就进入敬拜模式 是吗 你就进入这个隐物处 坐车 什么时间都可以 当然 我们亦都很相信 我们要更加花更多时间 还有呢 我看到的就是 其实很奇妙 在末后的日子 神真的要建立 他的隐物处 在他的教会当中 因为神知道 未来的攻击 的争战 圣经讲 正如耶稣说 是史无前例 这么艰难的日子 将会在末后的世代会面对 如果不是 他的教会 不是在他的隐物处 是很容易会被击倒的 但是在他的隐物处 他是得胜的 因为是荣耀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近年 特别过去这二十年 这么多年的基督教历史 都没有看到的 就是 兴起了很多二十四七的 敬拜和祷告 是的 开始的时候就是美国 一个地方 接着现在是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包括中国大陆 有不同的城市都有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你要知道 原来 当我们不住的 在神面前 敬拜和祷告的时候 不单止是我们被保护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踐踏蛇 踐踏少壮狮子 对不对 其实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增添 所以很多这些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 是开始能够看到神 譬如在这个末后世代 说真的 现在其实叫我去为伊拉克 敬利亚祈祷 我都是不太知道 如何祈祷的 或者是为以色列的局势 或者是太过恐怖 或者太过都不知道如何祈祷 我当然会求神联敏 保守 但是另一方面又知道 这些黑暗的事 是必须发生的 那如何祈祷呢 其实真的很需要 很多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的祷告 因为我很喜欢上美国的IHOP 去听他们的祷告 他的祷告 真的不是用人的意思去祈祷 他们是能够捉到神的心意 接着用神的话语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语 接着去宣告 那些就好像 我看到那个异象一样 是炸弹来的 是火球来的 是天堵弹来的 接着去殲滅仇利的作为 和带来大復兴的 因为同时间很多的震动 但是其实神都要叫人的心 是回转他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很多时候人在震动 在灾难里面 他们就会呼求神的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对不对 没有事没有事 就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们要更加明白 我看到 我都在喝求一样 就是主啊 我都很想看到香港 有这个的二十四七 有这个的 其实大家知道 二十四七是什么 一个星期二十四 每天二十四小时 每天七天 就是午夜不停地有人 在那里敬拜 祷告 宣告 当然一个人 没有可能做到 一小区人 也没有可能做到 但我相信神会 将这个祷告殿 真的建立在我们这个城市 以至到我们能够见到神的保护 在我们的当中 而且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 这个都是祷告 我最近都得到很大的鼓励 其实神对我们 有一帮人说话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福卿教会有份 在这个里面 我不觉得我们是 可以做到二十四七 但是我们会有份 参与在这个当中 我之前都在想 其实很难的 你去想 哪有这么多人 有空在祈祷 敬拜 尋求神 因为在人的眼中 觉得很浪费时间 你都出去探多些房子 去街头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 但我们很多时候 会觉得那些东西重要 但是这东西不重要 你明白吗 但是在神的眼中 这东西是最重要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能够领受到 从神而来的力量 资源再出去 去得罪这个社会 但是最近也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我去到日本 去探望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 我爸爸也很熟悉 因为他也是 在我们美国士罗教会 猜派的第二个宣教士 包括牧师是第一个宣教士 他就是第二个宣教士 他今年和我爸爸 都差不多年纪 他就在日本 日本已经1971年到现在 都是四十多年了 就来到去服侍 如果大家知道 日本是一个很少人 信耶稣的地方 我都很久没有去过日本 二十多年没有去 刚刚跟阿山再去 哇 周边都是那些神社 有没有留意 那个黑暗权势很厉害 一般的基督徒 他们说一般的教会 平均人数 日本只有三十人 所以如果四十人 就算很好了 平均人数是三十人 很难想像 很少人相信耶稣 没有人喜欢听福音 但是到福牧师家教会 他们是有五百多人 所以在日本 差不多是最大的教会 而我这次去的时候 看到原来他们的教会 就是开始了二十四七 是第一个二十四七 在日本那里 那我这次也看到 因为他们在做一些 录音和敬拜 去到的时候 同在很大 他们现在有十五个人 全职全时间 放下自己的工作 都是年轻人 很多是即称二十多三十岁 放下工作 就参与二十四七的服侍 然后另外有一些是义工 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在想 日本这么难的地方 他们都说 其实教会没有什么资源 开始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杜峰牧师说 是他的年轻牧师 有领受异象 杜峰牧师说 我听到他说 我都觉得累 他想做的事情 听到都 有没有可能 但是后来 神真的成就 他说没有资源的 没有钱的 他们的教会 本身是日不夫之的 因为日本租的地方 是很贵的 但是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 神就真的 供应他们的需要 现在教会是有很多盈遇的 还不单止是这样 是得救的人数 是很多 他们在东京的新宿 如果大家有去过日本 新宿是shopping的地方 像我们的铜锣湾那样 然后很多神迹奇事 在他们当中发生 现在 那些年轻人 他们就是敬拜祷告 都会出去 去传福音 然后很多病的得意志 他们又有很多各样的恩赐 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会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神会让他们知道 知道他们在经历什么 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然后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耶稣知道 然后就带了去信耶稣 他说很大的福音 在他们教会里面 很多的年轻人 甚至小朋友 都会参与在这个里面 他们会回来 其中放了学就回来 放了工就回来 去祷告尋求神的面 我知道日本 其实比香港都差不多 那么忙 那些人都是疯的 就是做事 但是就是看到他们 当有这个异象的时候 神就在亲自在当中成就 改变他们的地区 的属灵气氛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主 日本东京都可以 香港没理由不行 是不是 各位弟兄姐妹 是的 香港我们的属灵气氛 其实是比日本更容易 所以求神去帮我们 带领我们 下一步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神 不是只是搞动我们 还在搞动很多的人 可能你有份参与 可能有些人是真的会毁身 但是其他弟兄姐妹 都会可以来参与 我很想我们教会 真的有很多的祷告 甚至晚上通宵的祷告 在神的面前去寻求神 这个不是浪费时间的 你真的会改变 也会改变我们 这个世代 好 最后呢 怎样能够 是住在这个隐密处呢 除了敬拜祷告 这两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定要 去时常默想 和遵行神的话 是的 神的话语是很重要 所以为何我再次说 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呢 真理是叫我们能够明白 什么是神的心意 那在诗篇第一篇 我们一起读 好吗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伙树灾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 尽都顺利 我们再读药行福音十五章 一二三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里面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Amen 你想不想 住在神的爱里面呢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所以其实有什么 会令我们离开这个隐物处呢 就是不遵行神的话 就是犯罪 是不是 就是离开神 但原来真理很重要 而当我们就夜思想的时候 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弟兄姊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影响得很重要 我们会自私 我们会自我忠心 我们会用一些神喜悦的方法 去得到某一些东西 我们会为自己而活 但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很感受到 现在这个时候 是圣灵很大启示 他真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在一起礼拜日 在这里读圣经和祈祷 在一起去查考神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第一 神很大的搞动 他们要这样做 然后他们每一次 他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哇 很多亮光 很多启示 很多时候自己看都不明白 但是突然间哇 明白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神拜访我们的时候 特别是 要释放真理的灵的时候 所以我鼓励大家 你约你的弟兄姊妹 小组组员 一起去看圣经 一起去读神的话语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一卷一卷书 一起读的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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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祈祈祷 然后就有很多亮光 是的 我相信神 是要让我们 真的在我们的思想 心思意念 是被祂的话语来去掌管 以致到我们能够 住在神的隐物处里面 Amen 我再次来去呼吁大家 真是过一个这样的生命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 住在隐物处里面的生命 是让我们得胜的 其实跟大家说的时候 我也在跟自己说 因为我发觉 自己有时候 都不是住在那里面 谁知道呢 害怕 埋怨 是不是 当你有这些状态的时候 就知道 不是在那里面 但是神啊 祂已经预备了这个地方 是随时的 神真的很好 浪子的比喻就是 你随时可以回家 道门是打开的 隐物处是打开的 你随时可以进入这种生命里面 幸好我们一起都起立 愿意呢 我们都能够进入 神这个隐物处里面 我们用这些时间 都让圣灵去对我们 说话 去回应 告诉主听 主 多谢你为我预备这个地方 你要我住在你的隐物处里面 我求你带领我 圣灵求你带领我 进入你的隐物处里面 开口来去祷告 用你自己话语和神说 把你的渴望告诉主听 渴望的心很紧要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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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要你改变我的手 主要改变我的手 叫我渴望你 叫我渴望你 主要我渴望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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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渴望你 主要我渴望你 主要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来 叫我们快跑跟随你 进入你的内心 和你面对面 承认你在这里 我们爱你 我们要亲近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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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方言祷告 可以开始用方言去祷告 未有的你都呼求圣灵来充满你 求主带我们进入灵里面的敬拜 进入他的隐密处 进入他的同在 他的居所 去尖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面去求问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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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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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神明的主 我爱你 永恒的神 我信任你 我居住在你翅膀的义里 保我心 你死的时候 寻见我 绝望时候 你遮阴我 神明的主 你是我一笔主 神明的主 你是我一笔主 依偎在你 同在你 我愿意亲近你 我全心 我愿全献给你 耶稣 让我亲近你 我愿看见你面 主 你永远是我一笔主 主 你吸引我们 吸引我们去爱你 主 依偎在你 同在你 前引起几滴 我全息 我愿 呈献给你 耶稣让我亲近你 我愿看见你 主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主我们要依偎在你的同在里面 依偎在你同在里面 牵引起敬地 我全心我愿全献给你 主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我亲近你 我愿看见你面 主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你是我的一笔处 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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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笔处 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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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 这一笔处 你永远是我愿意处 祂要使我们得安息 子妹将你的重叹交托给主 祂的安息处 祂的隐蜜处 是为我们预备的 在祂里面我们可以享受 丰盛的宴席 享受满足的喜乐 在祂的同在里面 得着祂的平安 谢谢你主 祝你释放释放 你更大的平安 安息在我们的里面 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隐蔽处里面 我们能够重生得力 在你的隐蔽处里面 我们不会再被受敌 来到去欺骗 在你的隐蔽处里面 我们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同在 多谢你 多谢你的爱 多谢你的恩典 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主 主要今天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 借着圣餐 再次去纪念 你为我们所做的 主要是因为 你为我们写美 所以我们能够得着 这个丰盛的生命 能够住在你的隐蔽处里面 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洁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坦而无据 去到你的私人宝座面前 主要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在这个时候想邀请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长老 都来到去为我们抹饼 我们的同工可以 一会儿在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 我们再次去纪念 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这个时候我都想我们一切来到去看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经文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愿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捉诫了 就抹开雪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雪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纳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笑表明主的死 值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料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也都好像经文所说 除了纪念主 为我们所做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主的面前 分别为圣 因为主的救恩 就是叫我们能够 从罪里面得释放 所以这个时候 都求圣灵去光照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 有罪的向神去认罪 主就要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 跟他之间毫无阻隔 能够住在他的人物处里面 所以当一路派发这个饼 和杯的时候 我们都来到 在神的面前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谢谢主 我们是属于你 多谢你 为我们醒来 多谢你 主要赦免我们的过法 用你的补血 来遮盖结证我们 主要我们爱你 主多谢你 小姐 拜托 祢 拜托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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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拿到那个饼和那个杯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时间自己和主去祷告 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真是求主来庶面洁净我们 来求主要我们不要轻忽祂的恩典 祂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去纪念 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Hallelujah 谢谢祢主 谢谢祢的爱 谢谢祢的恩惠 主日谢谢你 祝我们生日属于你 让我们不要回头 让我们跟着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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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祢 Hallelujah 祝祢 Hallelujah Hallelujah 身体真是为我们被抹开 你为我们受尽一切的变相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奏助 甚至你有一刻 因为你背负我们的罪 而你要与神卡住 主 主要你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坦而无惧去到你的面前 求祢 求祢要我们今天灵性参差的时候 祢提醒我们 祢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 所以主 我们不要再惊惑祢的恩典 要我们真是能够珍惜祢给我们的一切 珍惜能够和祢亲近 和祢面对面去敬拜祢 去寻求祢面的机会 要我们真是知道 祢就是这样来到爱我们 多谢祢主 多谢祢为我们写命 多谢祢的身体为我们抹开 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病 去领受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个一杯就是主的补血 为我们流 为了要卸灭我们一切的罪 主就是这样 为我们一滴一滴在十字架上边 祢的血为我们流出 所以主 多谢祢 我们纪念 祢的补血为我们流出 主 我们都在祢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求祢卸灭我们 主 多谢祢 因为祢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 叫我们能够有得性的生命 能够有住在人物处里面的生命 多谢祢洁净我们 多谢祢卸灭我们 刚才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认罪 你听到 多谢祢 你说东来西有多远 祢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 多谢祢主 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一杯 Amen Hallelujah 多谢祢主 好吗 最后我们唱刚才那首歌的副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说主 我要跟随你 我要项目你 Hallelujah 以为 因为在祢同在祢 千顶请敬祢 我全心我愿全献给你 耶稣 耶稣 让我亲近祢 我愿看见祢 未经历我愿 enemies 主祢永远是我愿命主 主带我们 我们要住在祢的人物处里面 第一次在我们的人物处 我全心 我愿 呈献给你 耶稣 让我亲近你 我愿看见一面 主你永远是我移民主 主你永远是我移民主 多谢你主吸引我们住在你的人物处 让我们寻求你的面 成为寻求里面的雅各 成为寻求里面的族类 也让我们的教会 真是能够去建造祷告的殿 让你居住在我们当中 多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 敬拜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我们再给一个掌声给我们的主 Amen 祝福大家 我们都可以彼此祝福 我们一起住在神的隐物处里面 Amen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Amen Amen 互相 C B